上下班尖峰时间 地铁站守扶梯 多半都是乘客靠右站立 让赶时间的旅客 快速行走通过 不过大陆越来越多 城市的地铁站 不再提倡左行右立 观念和一般民众的认知 大大不同 比如说万一像你自己 走在扶梯上 你要赶时间的话 那前面的人一直 两个人并排着挡着 你就会很难受 其实放眼香港 北京 上海 广州 南京 都已经取消 左行右立的倡导 而是以禁止行走奔跑 取而代之 上海地铁2019年 也发布最新规定 禁止在守扶梯行走奔跑 这项规定有科学根据 根据南京地铁运营公司 统计的运营数据 那长期左行右立 对于电梯的损害很大 95%的电梯损坏 是由于电梯受力 不均衡导致的 大陆央视从速度解释 一般商场电扶梯速度 每秒0.5米 地铁电扶梯速度 大约0.6到0.7秒 属于高速电梯 一旦有人跌倒 很容易波及许多人 特别是拖着行李的旅客 电动扶梯的梯极高度 一般是21厘米 最高不得大于24厘米 高于公共场所楼梯 要求的设计高度 13到18厘米 跟一般阶梯相比 在电扶梯上行走 脚必须抬得比较高 踩得也比较深 代表如果民众 在电扶梯上走动 很容易踏空或半倒 导致意外发生 专家表示 早期提倡左行右利不合理 因为这种方式 会产生平衡偏差 导致手扶梯左侧 负载较轻 右侧较重 进而产生倾斜 日本同样不建议 在电扶梯上行走 民众的观念 也必须与时俱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